认识后,由于机体发生了相应的变化,可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,可有头晕、倦怠、择食、食欲不振、轻度恶泻及轻度呕吐等相关症状,这些统称为早孕反应。 这些轻微的症状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规律,但是有些患者表现非常明显,早孕反应严重,恶心呕吐频繁,不能进食,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状况。 这种情况称为妊娠巨兔,在中医学中称为妊娠恶族,由于妊娠后属于特殊群体,不能随便乱用药。 在历史上药物被此曾留下的悲剧还记忆犹新,治疗妊娠反应的药物反应亭,在历史上留下了沉痛的悲剧。 1961年海豹儿出现,从1962年5月至1963年3月,仅10个月中在西德就有5500名海豹儿出生,还有相当多的孕妇出现流产、早产和死产。 在英国发现了8000多例,一直在警醒着人们,唯一要是上沉痛之教训,针灸治疗本病既无副作用,又有很好的疗效,故值得临床推广运用。 1. 辩证分形1. 脾胃虚弱型患者,认身早期出现恶心,呕吐,甚则食入脊土,口淡,呕吐清闲或食物,弯腹胀闷,头晕身皮,倦带试睡,舌制淡,抬白,麦沉滑无力。 2. 肝胃不合型患者,认身早期出现呕吐,可见吐酸水或苦水,胸鞋胀满,不思饮食,哀气叹息,凡可口苦,舌淡红,抬薄黄,麦咸滑。 2. 治疗1. 基本处方足三里,内观,公孙,钟婉。 2. 配血脾胃虚弱者配脾鱼,胃鱼,肝胃不合者配太冲,杨灵犬。 3. 操作用瓶补瓶泻法,不宜用泻法,也不宜用补法,不择一致胃气上秘,泻得宜伤胎气,因此补不宜太强,泻而不可过,所以以用瓶补瓶泻法。 3. 针刺时移用细针,手法不可过强,针刺不宜过身,尤其是腹部中婉学,在认针三个月之前可以针刺,三个月之后进针,留针三十分钟,每日或隔日一次。 4. 探讨中买是为织木学,普之慧,有通调普气,合胃降溺的作用,足三里是为布之下合学,有降胃气,健脾胃的作用,内观为心薄精之落学。 5. 通于三交,有宣上倒下的作用,又为八脉交汇学之一,通于阴维脉,因为胃病苦心痛,南京二十九南,故事治疗呕吐之药学,公孙也是落学之一,通于胃,有健脾和胃的作用,通于冲脉,冲脉为病,逆气理疾,素问古空论篇,内观,公孙何用,是八脉交汇学之配用,诸学配用,则何为平冲,降溺之偶, 针刺治疗本病有较好的作用,笔者曾以本法治疗多例患者,针刺疗效均较满意,一般经三到五次的治疗,即能有效改善其症状,但是孕妇是特殊群体,对于聚针,习惯性流产的孕妇肾针,对于呕吐剧烈,持续时间较长的患者,应排除葡萄胎,病毒性肝炎等病。